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明虾宝来吃 这个是虾 这个虾我买的时候是活的 到家基本上也就剩那么一两只是活的了 这个虾我们这边是58块钱 这个鸡爪我配的鸡爪 这个鸡爪先给它解掉指甲 这种鸡爪一般都是只冻的 鸡的话没有那么多 一只鸡也只能两只做 又不像别的东西可以有四只 这种鸡爪我介意朋友们 不要买那种白花花的 就很白很白的 看着很漂亮但是我就感觉不好 我还是喜欢这种 颜色是鱼味 鱼色的 好了我们这些开好了 先放到一边 我们把这个虾馅给剥剥 今天贴气正 今天已经贴气热了 所以我把这个桌子移过来这边了一点 你看 之前是在那个角落 现在在这边 这屋檐下 不是屋檐下 这有堵墙打住了 它就不会晒到 哎呦这虾是挺的曲的 不好曲 我们这边吃虾吃的不多 也不了解也不会 因为做虾做的 上有几次 我做虾的做的不好 锅里加水 我们给那个鸡爪 煮一下 沸一下水 来鸡爪 烙酒 来 给它煮 我们给这个土豆削一下皮 这黄泥巴土豆 你看 这刚挖不得不久的 泥巴在上面 今年的新土豆 啊 这边灭太阳 灭太阳 晒了 这土豆 装养鱼 养鱼 鸡爪 切这些东西 辣椒 你看 放的辣椒比较多 花椒 辣椒下去 麻麻辣辣 正开胃 然后再切 这个 土豆 快快 好了 咱们煮了肥酒了 把它烙出来 熟了的 都熟了 不只是废水了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土豆给煮一下 加大牡蠣了 先把这个土豆给捞出来 土豆也叫洋芋 也叫麻梨酥 每个地方叫也不一样吧 酥米是叫麻梨酥吧 加点菜籽油继续 好嘞 来 姜蒜 干花椒 一切配料 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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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爆香 爆香了之后咧 咱们加入辣椒 这我们叫十八辣椒 好 好 香香 这样的话 越辣越麻越香 加入这个虾 来爆炒 好 炒了一下之后 把这个土豆和西桶菜 再把点蚝油生抽老抽 下进去 来炒香 花椒叶一把下进去 好 再加入一碗的水 一碗的水不够 再来一碗 好 就这样 加盐 也没加关贴部位 再没忘掉 来加点盐 为了更麻更辣 再加点干辣椒 好久没吃很麻很辣的了 这次要辣到头 爽到味 来吧 准备盖上 慢慢炖 今晚没酒 好可惜 看一下怎么样 摆一下 看起来不错 再继续炖一会 再盖上炖 再盖上炖 来喽 把这个 清辣椒下进去 走了 很可以出锅了 来点葱花 撒上去 就可以了 好 这么败捕的不想吃饭了 这鸡手 我还挺烂啊 还挺辣的 说的辣辣辣 这确实很辣的 又麻又辣 这鸡手 什么的也就是少了啤酒了 这里面也涂着一个是一张猪食了 这里面也涂着一个是一张猪食了 一张猪食 我不知道啊 我们已经吃下什么剥下口的 我感觉剥下口挺弱的 土豆吃方便一点 记住 哇 哇 它是汁 棉花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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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不了了 吃着吃着这鹿都出来了 人的嘴巴就吃完了 吃这些不够在下饭 没了 一大锅 上锅活生生的被我吃光了 就是好辣 又辣又香 没了 这里有个鸡爪 最后一个 这次是我坐下做得非常成功的一次 我很满意 吃的辣的鼻涕快出来了 不客气再说 好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